追求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 不少美国华人都会考虑拥有稳定收入的年金 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 年金搭配人寿保险还能提供更多的好处 因此东森新闻特别专访到南加州保险专家 为观众来详细说明 走过百年的保险早已跳出保障的框框 就以人寿保险来说 早已赋予了很多新的功能 因此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 范语集团的总裁胡振国先生 就这个话题已经讨论 首先请一下范语普 能够我们简单说明一下 人寿保险在当下有什么新的功能 大家来讲 人寿保险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养老规划 为什么呢 我们常来讲说 一般来说长期规划 税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那通常省税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先不打税 以后打 像401K AERA这些 另外一个是先打后不打 就像Ross AERA 其实大部分人很多人都选的 都是选佛万金 因为都认为年纪轻的时候 收入高税缴的比较多 可是现在这个观念 慢慢要被打破了 因为年纪轻的时候 虽然赚的钱多 但抵税的东西多 因为一般家庭的话 可能一对夫妇一年赚20万的话 他可能房贷利息 还有retirement 还有business write-off 还有小孩子 都可以做一些detouch 真的来讲可能收入是20万 可是真正需要打税的收入 只有七八万块钱 请问一下 菲利普为什么在退休之后 要打的税反而越来越高 退休了以后 其实我们唯一没有的只是工作收入 只有没有工作收入 其他的像social security 还有retirement plan 拿出来的钱 都是收入 房租 我只是没有工作收入 可是我抵税的东西 却少得多了 比如说因为你房子贷款 可能付完了 retirement plan 因为没有工作就不能做了 退休了也没有business write-off 所以在造成这样的情况下 反而退休了以后 就算收入变少 但我需要打税的收入更高了 请问一下 人寿保险作为子女的教育基金方面 有什么新的帮助呢 如果用自己的名字存钱 将来要打税 如果用孩子名字存钱 到他18岁以后 就算他了 你希望他去上大学 结果他说他要买车的话 法律上我没有任何管制能力的 那通常的529 跟education IRA的话 他的缺点是什么 他将来 第一个只能用在学费用 万一小孩将来 不用用不到这笔钱的话 你拿做其他用 都还是要打税的 可是最重要的一个 如果你将来要申请financial aid 尤其像FAFSA这样类的话 529跟education IRA 或小孩自己名下有钱的时候 反而你不会受影响 反而这个时候用人数保险 自己父母的人数保险里面 多放一点钱 将来上大学说 用里面的一部分钱 就算让他去上大学的话 这反而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之一了 人数保险对于很多国外的投资客来说 有什么优势呢 过去5年10年来 美国市的房地产先起来 那未来几年 人数保险要上了 所以我们来讲 那美国有七八家保险公司 都可以做没有美国身份的人 甚至没有公卡 没有资产都可以做 那这些也是一个 人数保险很大的一个功能 那他们在美国做什么 当做资产配置 尤其说可以做 我刚刚讲的免税退休规划 遗产传承 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现在的年纪有什么新的变化 年纪一个好处 可以做到保证一辈子的退休收入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觉得 如果活得长的话 把钱花完怎么办 如果扭一笔钱 你每一年每个月 都有固定的收入 不管Rain or Shine 你每个都收得到 哪怕你活到150岁200岁 你也可以领一辈子 如果有这样的话 心里就会安心得多了 所以现在的年纪 有提供guarantee income 而且它比一般在美国 我们常听说 有pension的人很好 那台湾叫钟森凤 国内叫退休金 像这些的话 当你可以一辈子领收入 可这边的缺点是什么 我虽然一辈子有收入 可是我如果走得早的话 我就吃亏了 现在的年纪可以做到 不但每一活多久 可以领多久 而且中间走得早的话 我剩下多少钱 还可以给家人 然后如果中间改变心意 我剩下的想一笔拿走 都可以了 感谢Felip的小薪讲解 跟耐心说明 相信观众对于美国的人 受保险有点了解 这边要提醒所有的观众 有任何保险上的疑惑 一定要找到一个 非常专业资深单位进行咨询 以上是有东西新闻 彭迪李宗耀 杨平俊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